在我们这个世界 在世界上,无论拥有怎样不同的人生,有两件事是人人都要经历的,那就是出生与死亡。 如何正确地对待生死,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学习的事情。 地藏菩萨本愿经 为我们讲解了怎样在出生与死亡的时候,都能够获得利益的方法。 那时候,释迦牟尼佛在刀立天宫,为转生天上的母亲和无量天众鬼神,讲述地藏菩萨的功德事迹。 而伟大的地藏菩萨,就向大家讲述了这个生死两立的方法。 世尊 众生造作恶业,从先好间就能积累到无量无边。 有这种恶习的众生,临命中时,父母亲倦应当为他赦贡修福,以资助他来生之路。 或为佛像悬挂散盖帆窗,点供友灯,或者诵读佛经,或者供养佛像以及各种圣像。 乃至为他持念佛菩萨和辟知佛的名号,每一声名号,都要让临终之人亲耳听到,心识离去。 这类造恶之人,本来果报是必要躲在恶道里受苦的。 因为亲人眷属,在他临终时做了这些圣善之音,使原来的许多罪业都能够消灭。 若在他死后七七四十九日内,为他广修善事,就能使他永远脱离恶道,投生做人,或转生天上受美妙的快乐。 而再是亲眷所得的利益,也是无量无边的。 因为这个缘故,我今天请佛世尊,集天龙八部,人非人等,相劝与世间众生。 临命中时,定要小心谨慎,切勿去做杀害生命,败寂鬼神的恶缘。 为什么呢? 你杀害生命和败寂鬼神,对亡故者不但没有丝毫利益,反而使罪障转身加重。 假使来世或此生,本来有圣音可以转生人天相福。 因为临终时,被他的亲眷造下了这恶缘,就会殃及命中之人,要去辩白善恶,拖延他,晚生善处。 何况,命中之人,再生不曾做过丝毫善业,要依据各自的罪业,在恶道里受苦。 亲眷门,怎能忍心再增加他的罪业呢? 世尊,我观察这个世界的众生,只要能在佛教中,乃至任何地方,做哪怕像毫毛,水滴,沙尘般微小的善事,都能使他自己获得利益。 没有一点空做的。 这个世界的众生,命中以后,大小眷属为他修功德,乃至设斋供养,造许多善意。 这命中之人,就可以得到大利益和解脱吗? 张哲,我今天为了未来现在的一切众生,秉承佛的威力,简单地说说这件事。 张哲,未来现在所有众生,在生命中亡的那一天,能够听到一个佛的名号,一个菩萨的名号,一个辟知佛的名号。 不问他有罪无罪,都能得到解脱。 若有男子女人,在生时不修善音,造下许多罪恶。 此后,他的大小亲眷为他修造各种福德盛事。 七分之中,他只获得一分,六分功德是活着的亲眷,自己获得。 因此,现在未来善良的人们啊,要趁自己耳目聪明,身体强健时修复,而那每一分利益都能自己获得了。 生死无常的谈畏,是不期而知的。 冥冥中的游魂,不能够知道是罪还是福。 在这七七四十九日内,如痴如龙一般。 或在阴寺中和旁观辩论,他再生时所做的善恶业果。 审定后,个人根据他的业果去投生。 辩论未定时,已是万千愁苦。 何况,要堕于忠恶道里,去受。 这命中之人,在还没投生的四十九日内,念念都希望, 他的至亲也要坚弱,为他心脏福利,蒙佛救吧。 过了四十九日后,他就要随夜守望。 倘若是重罪之人,供者百千年都解脱之。 若是寿无间的大罪,就会读到大地,千节万节,永受众苦。 像这样的罪业众生,命中以后,他的眷属骨肉为他拌斋, 以福德善事资助他,以免再饿到受苦。 拌斋期间或食斋未完时,桃米干水和菜叶等不可抛洒在地, 而且各种食物,没有先奉献供养给佛与僧, 自己不能先吃。 若违背了这些的规矩,且不精心勤恳, 这命中之人就不能得到利益。 若能精心勤恳,互持洁净地奉献供养佛与僧, 这七分功德,命中之人可获得一分。 六分功德,由伴斋的眷属自己获得。 因此,长者啊,世间众生若能为他已故的父母或至亲骨肉眷属设斋供养, 要置心勤恳地去做服饰。 这样,再生者和亡顾者就都可以得到利益了。 这时候,铁围山里的无数鬼王, 跟随阎罗天子,都来到刀立天宫参加法会。 其中,有一位主命鬼王。 世尊,我根据世人所做的业缘, 主管世间的人命, 生死的时间都是我所主管。 我的心愿很想要利益他们, 但因众生不能领会我的意思, 以致他们生死都不能平安。 为什么呢? 世间的人出生之时, 或即将生产时, 不管是男是女, 只要做善事, 就能增上利益家宅, 自然令土地鬼神无量欢喜, 来拥护母子得到大安乐, 还能利益这一家的眷属, 或者小孩已经生下了, 就要非常慎重, 切勿杀生害命, 用各种鲜味去给产母吃, 以及逛腰亲朋眷属, 饮酒吃肉, 吹拉弹唱的半言席, 因为这样会令母子二人都不得安乐。 为什么呢? 因为在这产难的时候, 有无数恶鬼及妖怪想要吃着心血, 使我早令住家的土地神灵, 保护母子二人, 使他安乐而得利益。 这样的人, 见到母子安乐, 便因修府修山, 报答诸位土地神灵, 结果他们反而杀生害命, 剧青串友的吃喝喧闹, 因这个缘故, 犯了祸养, 自作自受, 母子都要受到损害了。 另外, 世界命中的人, 不管他是善是恶, 我都想让这命中之人能不度恶到, 何况他能修习善事来增加我的愿力呢? 这世间行善之人, 临命中时, 也要拜前恶道鬼神, 变作父母乃至各种情卷, 来接引盲人, 使他渡到恶道里去, 何况本来就是造恶的人? 像这样的世间男女临终时, 神识已经迷惑昏昧, 不能辨别善恶, 乃至掩耳都没有听闻的能力, 他的情卷家属, 应当必须替他设办大供养, 辗转独送佛经, 十年佛菩萨名号, 有这样的善缘, 能够令王者脱离各种恶道, 许多魔鬼神怪就都会退散。 世尊, 一切众生临命中时, 若能听到一个佛的名号, 一个菩萨的名号, 或能听到大乘经典中的一句一句, 我观察这类人能够消除五无奸罪和杀生大罪, 本该堕入恶道区的一些小小恶业, 顷刻就能帮他解脱。 你有如此大的慈悲心, 发下这种在生死间保护众生的大怨。 若在未来之时, 有男子女人到了生死关头, 你不要退失这大怨, 总要令他们得到解脱, 使他们永得安乐。 请不必忧虑, 我将尽我的生命念念拥护这世间的众生, 在生时死时都得到安乐, 愿所有众生都能相信听受我的话, 就没有不得到解脱的能获得最大的利益。